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染应变协调中心的统筹作用 根据区域联防联控机制 加强上息互通 协调做好口岸防控和卫生检疫措施 与此同时持续优化社会民生工作 连续原有的各项卫民措施 并因应新形势 推出新措施 有罪落实五阶梯房屋政策 优化医疗服务 缓解看病难 推动尼岛医院医疗综合体发展 提升医疗服务水平 以建设市民运动公园为方向 根据日远跑九场原子 兴建体育设施的规划 托阔居民运动休息空间 同时 致力保障居民就业 维护劳动权益 强化社会服务 完善社会保障 特区政府也十分重视教育资源的投放 将促进教育全面协调发展 推动高等教育创新发展 自续加强外国爱澳教育 落实青年政策各项工作 推进以中华文化为主流 对于文化共存的交流合作基地的建设 建立科学的人才引进制度 为公园未来储备人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